大家好,我是恩雅 今天的恩雅来与家 一起造访名人家 大家有没有很熟悉 我们又看到杨世宏大师的作品了 这个作品其实就是 藏家贤抗力 参加杨世宏大师的画展 看到这幅画非常喜爱 于是大师就割爱 当这幅画放在餐桌的时候 跟现代风的家里 有着画龙点睛的效果 大家看到这个圆形的水晶灯 其实就是中国人对于圆 有着代表圆满的意思 所以配上这个桌子 然后在这边用餐 格外觉得整个的感觉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钢琴 还有整套的爵士舞 这是参加的两位宝贝女儿 她们喜欢的乐器 还有看到这边的单杠 这边其实可以接电视画面 然后因为小女儿是学校任务社的 所以她可以边看镜子间的电视跟音乐 在这边跳舞 是一个小小的私密空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整面的墙 所有女人最爱的爱马仕包 特殊材质 牛皮材质 各个颜色鸵鸟包 这都是女主人跟Sales 滑干减 然后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梦幻包款 之后 接下来得到其他包括 整排的 也是爱马仕凯兑包 在这边还有手拿包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女主人的巧思 她运用了图书馆主的概念 希望用实用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请了设计师 特别在天花板这边 没有做空调 所以可以这样子移动式的方式 然后他可以进到走道 取用他自己想要穿的衣物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 一点都不占空间 可是里面真的可以放很多很多的衣服 这个整排都是放满各式的衣服 真的是很棒的巧思 可以分享给大家 哇 这边就是大家看到的梦幻厨房 相信很多的女孩子看到这边都会觉得太美了 我们来看看这边 这是由女主人 他精心挑选的德国储具 因为他非常的会做菜 所以他强调功能性 像这个 大家都很担心 电锅会有水蒸气蒸发出来 但是这个他只要在这边按这个按键 他整个水蒸气就会往上吸收 所以你还是可以很时尚很美的做料理 你可以想象在心意计划区有一个这么美的露台 它大概有20瓶 你可以在外面坐在发呆亭发呆 也可以宴请客人在外面瓶酒 甚至还可以在外面BBQ烤肉 这里有一个很浪漫的小故事 就是女主人为了体恤他的先生比较敏感的体质 所以特别敬了很多的好酒 中间这一排 DRC 罗曼尼康蒂 酒王之王 他每年都会收11到13只 里面黄色的盖子那一只 就是酒中之王 罗曼尼康蒂 还有下面这一排 就是香槟之王 这里就是大家熟悉的五大酒庄 布尔多的酒 有LATIN LATO 还有一些特殊酒庄的很多的酒 这个酒窖里面大概有600只左右的酒 它的温度需要控制在15度左右 今天的恩亚来你家 一起造访黎人家 我们看到了大家喜爱的 布尔多红酒 还有一些 香槟之王 酒中之王以外 还有看到很多女人喜欢的梦幻衣品 爱马仕包 还有梦幻厨房 下一集的恩亚来你家 你想看什么呢 记得跟我们联络哦 拜拜